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机师阿凯,我是机师阿凯 飞机是在驾驶飞机的时候,到底需要看窗外吗? 如果需要的话,那当我们天气不好又或者是天黑的时候,怎么飞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两种基本的飞行规则 Visual Flight Rules,目视飞行规则和Instrument Flight Rules 仪表飞行规则 什么是VFR,什么又是IFR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差别 早期飞机一开始研发出来的时候 飞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飞行 那在导航这一方面呢,那时候还不是很完善 飞机师要从一个点导航到另外一个点 我们能用的唯一导航工具就是我们的眼睛 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目视飞行 Visual Flight Rules VFR,VFR基本上就是你坐在你的驾驶舱以内 然后透过单风玻璃往外面看 我就要透过视觉上的提示来导航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点是一个小村庄 在那个村庄里边是有一座回教堂 然后回教堂旁边是有一条马路跟一条河流交叉的 交叉形状是类似Y字形的 我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我就要寻找跟我地图上相符的地标 我就要寻找那一座回教堂 然后我就要寻找那个Y字形的马路与河流的交叉处 来确认这个,对,没错 这个就是我其中一个参考点 一个reference point 接着我就要沿着海岸线往东飞五分钟 我会去到那个河口 到那个点,然后我要往右转30度 再飞多五分钟 去到我的B点 这样子导航 这个是最基本的目视飞行 目视飞行自然有它的短处 VFR它的minimum requirement 它的最低限度是 你要有至少五公里的能见度 Visibility 5km 然后你要horizontal separation to clouds 就是想说你距离任何的云 要1.5公里的距离 然后你不可以飞进任何的云度 换句话说 你要天气好 你才可以做视觉飞行 另外一个视觉飞行的短处就是 你要有那个reference point 你要有东西可以给你辨别你现在的位置 大部分的陆地这个飞行都不是问题 但是比方说你现在你是在一块沙漠上 又或者你在一片很大片的森林上飞行 往前去看都是树 都是沙 或者是你在海上飞行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给你参考的东西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视觉飞行就比较难实行 那为了弥补这一个视觉飞行在荒野上不能导航的这个缺陷 早在几个世纪前的时候 人们就发明了这个很大型的箭头 这个箭头是用石灰石头所建造的荒山野岭之中 那个箭头最主要他们设计的原因就是给那些飞机司导航 尤其是那些宿性的那个邮差 这些箭头也是有它的短促嘛 如果我把它弄在一个森林里边 过了不久之后那个树长高起来了 盖着我的那个箭头了 飞机司飞过的时候岂不是找不到箭头吗 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箭头一般上都是出现在比较荒野的地方嘛 所以你要人定期的去到降荒野的地方来维护 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象征是不实际的 那当然这个箭头你在太远你看不见 你飞太高可能你也看不见 而且它仅限于陆地 所以如果我在海面上建一个箭头 基本上天方夜谭嘛对不对 那就因为这一些视觉飞行的短促 人们就研发了第二种飞行规则 仪表飞行 instrument flying 仪表飞行允许飞机师只透过仪表来飞行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仪表飞行 那刚才我说视觉飞行仅限于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视觉飞行 但是仪表飞行这个东西呢 它就比较宽松 你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仪表飞行 你也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时候用仪表飞行 你在云里你在海上你在天黑的时候 你依然可以使用仪表飞行 instrument fly instrument instrument flying 那像我之前的影片有说的 Eviate, Navigate, Communicate 当你仪表飞行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你的主要的仪表 来告诉你基本的几个关于你飞机的状态 比如说你飞行的姿势,你的速度,你的高度,你的方向 IFR飞机最主要的一个仪表就是我们的Artificial Horizon 我们的模拟水平线 基本上它是一个Gyroscope,螺旋仪 仪表的功能基本上就是模仿窗外的水平线 那透过这个仪表 我们就可以在窗外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 知道我们的飞机现在的姿势 接下来第二个重要的仪表就是我们的高度表 Ultimeter 顾名思义 高度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高度 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的高度非常的重要 你的地图告诉你 OK,我们有Minimum Safe Altitude MSA 最低安全的高度 你飞在最低安全高度以上 基本上你就是安全的 之外就是你的速度表 你的Aspeed Indicator 速度表之所以会重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不能飞太满 因为飞太满的话它会失速 当你窗外没有任何的象征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导航 方法其实跟墓室飞行是一致的 只是用的器材不同而已 在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种Navigation 8叫做MDB Non-directional beacon 无方向性性标台 这个MDB跟刚才我所提到那个在地面上建立一个石头的箭头 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只是我用一个性标台来取代 我只要调对那个频率 我的飞机里面的那个方向仪就会指向性标台 另外一种性标叫做VOR Very High Frequency Omni-directional Range 特高频全向性标定位台 哇 那这个VOR其实它跟刚才那个MDB的功能是类似 简单的解释 VOR是MDB的进化版 它可以给机时提供更多的信息 让机时可以更加准确的导航 与此同时 因为它是用特高频的 Very High Frequency 它的准确度与敏感度 也会比MDB来得比较高 而且这个VOR一般上它会配备跟DME Distant Measuring Equipment 基本上就是提供给你距离的信息 它会告诉你你距离这个性标台多远 那你就可以更加准确的来导航 那这些这些Navigation 8 它们都是固定在一个位置 如果你透过地图的话 你可以得到它精准的地标 然后它是透过用无线电的方式来发动它的定位 除了用来导航以外 飞机师也可以利用这些定位来计算 飞机现在所处于的位置 那这些信标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透过电波来发放信息的 所以我不需要用肉眼去寻找那个信标在哪里 我的飞机的仪器可以接收到它的信息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导航了 所以外面的那一个气候再糟糕也没有影响 直到后来当人造卫星越来越普遍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航点 我们连地面上的信标也可以免去 因为飞机装有卫星导航 而我们飞机师是可以利用卫星导航 来准确的飞行 因为它不需要地面上的装置嘛 所以它变得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可以表现得非常的精准和可靠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 来到最后飞机师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之下可以飞行吗 为了安全起见 民航领域一般上都会使用仪表飞行作为基础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多样化的天气中飞行 而且让我们可以在夜间飞行 如果我们民航客机是用木式飞行的话 在太阳下山之后那我们全部都不能飞了 所以下次你坐飞机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需要担心 坐在驾驶舱的机时是否看得见窗外 好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 然后按赞 也欢迎打开小铃铛 你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对民航飞行有什么疑问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我是纪师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